哦 土耳其的地震牵动了全球的心 大家时时刻刻关注着地震的情况 地震无情 中国有情 可以说这一次再次证明了我们中国的力量 和我们中国人的真诚 哈喽大家好 今天就和大家说一下 什么是真帮忙 什么是虚情假意 欢迎大家一见三脸 谢谢 据这个法新社最新报道 强阵已经造成了土耳其和叙利亚两个国家超过2万人遇难 其中土耳其就有17674人遇难 72879人受伤 叙利亚则有3377人死亡 根据示威组织统计 目前已经有77个国家 还有13个国际紧急医疗队伍正在部署 这里要说的是 中国的救援受到了国际社会 以及土耳其人民的打架参场 那么第一点赞赏就是建筑方面的结实 可以说主镇区的三座发电站 只有中国建设的发电站 还能够保证这个救援发挥正常作用 起到了一个关键性作用 让土耳其民众再一次感到中国基建这个狂魔的厉害 地震无情 中国建树有保障 那么第二点是啥呢 中方第一时间的救援 得到消息以后 立刻就启动了人道主义的救援机制 救助土耳其4000万人民币的救援物资 派出了专业救援人员 也让土耳其态度180度的大佐班 从一开始的污蔑造谣变成了感激和感恩 这些都无时无刻不说明我们中国力量的强大 而反观美国啥样呢 土耳其这次大激战 美国反倒是感觉是趁花大姐 美国拜登政府先是表示了会为灾区提供物资帮助 但却点名支持的是北约的盟友 言外之一啥意思呢 我知救援作为北约成员土耳其 而一直以来和俄罗斯关系非常密切的叙利亚 美国他是不管不顾 你看看不但不帮忙 反倒还想制裁 这不是落井下石雪上加霜 我们中国来比美国这些行为 显然就是充满了学情假意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 美国五角大楼已经宣布了 只要你有需要 美国可以派遣不神号航空母舰战斗群 开往土耳其的港口 用于帮助土耳其叙利亚救灾 你还别说这么一听 美国还挺不意思的 为了帮忙土耳其 连航空母舰战斗机群都启动了 你说救援的还是打仗的 是不是 是不是美国要下一步 要动枪动炮了 是不是你给点物资 它不实惠 它不香吗 可以说美国作为世界上 最富裕的国家 在这次土耳其地震面前 就显得无比小气 更有一些那个 撑活霸奇这种味道 美国目前在援助 这个乌克兰的时候 动辄提供数十亿美元 而到了土耳其 大地震和这个世界公认的人道主义 救灾的时刻 美国方面这个时候 变得磨磨蹭蹭 磨磨叽叽 这难道就是口口声声说的 人道主义吗 这次地震 也让全世界人民 看清了美国的嘴脸 那么大家对此事 有什么看法呢 希望大家评论区讨论 也好 今天风格八点半 分享到结束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